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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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瘦类枢钮关头周围构造肾解或者冲血水肿 引起枢钮关头周围肌肉构造严峻 而使枢钮关头肿痛或者生硬没有失 跟着肌肉的缩短 水肿液被淋巴管以及粘液静脉所吸 沉浆随之减缓 可能导致沉浆的疾病包裹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梳钮关头炎 腰肌老鼠 风湿性多肌痛 软构造毁伤 追惯鱼醋的 事已 正在浮现沉浆症状后 应实时到病院救治 查明病因病实时医治 四 凌晨饥饿 有些人晚上四到五点醒来后 感慨饥饿男人 心慌没有事 同时伴有洗澳有力 吃些食品后症状有所减缓 这类环境多 使得了糖尿病 不达时宜的胰岛素渗出 可以引起饥饿感 或者低血糖应生 当浸食碳水化合物越多时 下一餐前越容易浮现低血糖症状 为了搞清楚凌晨饥饿的阴游 建议随时监测血糖的更多 小丁宁 晚上若和你浮现了以上的症状 就需要非分特别注意的 最佳到病院进行搜查 及早进行预防以及医治 为自己安康保驾护航